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应该追的心 她的人生比任何剧本都精彩 1951年 郑泽氏出生在广东汕头 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家庭 那个年代 大多数家庭都姊妹众多 她也一样 郑泽氏出生后 家里陆陆续续又出生了五个弟弟妹妹 这么多张要吃饭的嘴 家中的经济条件自然愈加贫困 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 哪还有什么尊严 什么理想 看着亲可见底的米粥和水煮土豆 她吃得作偶 不吃又难受 每天都想着下一顿饭怎么办 为了活着十岁的郑泽氏 背着只会哭闹的妹妹和兄弟姐妹 一起做塑料花 郑泽氏穷怕了 也饿怕了 因为这样的生长环境 她从小就对钱很敏感 甚至有点贪慕虚荣 也是在这个时期 她在邻居家的电视上看到了童心冯宝宝 郑泽氏看着荧幕上 一会儿变公主 一会儿变乞丐 一会儿又变成富家大小姐的冯宝宝 陷入了沉思 小学四五年级 还不懂得什么是明星和演员的她 一笔一画在自己的试卷上这样写道 我要当明星 十五岁那年弟弟考上了中学 贫寒的家境只能供养一个读书的孩子 为了弟弟 郑泽氏含泪从学校退学 成为了一名珠宝学徒工 前五年没有工资 她活得像个流浪汉 后五年终于靠着微博的工资 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无线电演技大赛的出现 点燃了她深埋多年的演戏梦想 那一年 毫无经验的她靠着一身认镜 拿到了一年的合约 这张合约 无线电台只给了郑泽氏半年的机会 前半年 他们会无常为她提供一些出镜的机会 如果前半年 你们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后半年他们会放弃你 面对这样不确定的未来 郑泽氏陷入了抉择 如果成为演员 一个月只能赚四百块 而且半年后极有可能失业 不去当明星 自己好好当自己的大师傅 一个月最少能赚两千块 她的父亲骂她神经病 非要自不量力 她的母亲看着这个已经妥协过的孩子 和父亲争执大吵一架 然后坚定地告诉儿子 你去吧 你去尝试一下吧 看着强颜欢笑的母亲 郑泽氏第一次泪如雨下 她给自己立了一个一年之约 一年内如果自己做不出什么成就 那自己就彻底放弃这个梦想 老是本分地当一个珠宝大师傅 那一年 郑泽氏26岁 因为长相问题 她被TVB安排到 周润发妙签人主持的节目里 担任长期嘉宾 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 实际上这就是个当小丑 卖蠢耍宝的职业 不想安于现状的她每天主持节目之余 经常东边客串 西边面试 经常在片场扮演士兵和死尸等无名角色 为了不让母亲失望 她拼命努力地生活 为了赚钱 为了成名 她榨干了自己的所有精力 一年亚戏十几部 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男主角之位 1984年 一部失婚老豆打扮无数影坛戏谷 提名了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让她的事业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也是这一年的片酬 让郑泽氏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彼时的周润发已经被后浪拍在了沙滩上 成为了圈内知名的票房毒药 稳坐冷板凳 为了自己的老伙伴郑泽氏 拿出自己的小金库 自编自导自演了那部温鲜而悲情的电影 何必有我 这部片子相当冒险 毕竟当时香港影坛是枪战片 喜剧片和爱情片的市场 郑泽氏像是在豪赌 她拿着自己的全部家产 拍摄了这部以弱势人群遭遇折射 强烈的社会问题的片子 还请来了票房毒药周润发出演 幸运的是她赌对了 上映的第一天 这部利益温暖的片子就引起了大众反思 口碑节节攀升 她赚了个盆满钵满 成为了香港影帝 而周润发凭着这部片子 逆境翻身 重蹬神坛 正值巅峰的正则是 越搓越勇 退出了何必有我的血迹 肥猫流浪记 这两部片子两战风神 直接让她成为了全香港 含金量最高的影帝 没有之一 这还不算完 肥猫流浪记之后 她更是凭借三个受伤的警察 再度获得金像奖引地 风头无人能及 在香港最繁华的地段 她买下了独栋别墅 娶了小自己14岁的妻子林雁明 开着豪车牵着貌美的妻子 她久违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这次她终于有了挺直腰杆的底气 见到母亲的那一刻 这个已经有家有事的男人 哭得像个丢失了糖果的孩子 她只知道 自己终于在母亲变老之前 想上了轻浮 郑泽氏以为来日方长 却忘了事事无常 幸福的日子才刚开始 现实就以一种残酷的方式 提醒她要学会珍惜 因为过度的肥胖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她的身体健康 亮起了红灯 尤其是过了40岁生日之后 她开始在拍戏过程中 频繁感受到力不从心 也是这个时候 她开始为自己留起了后路 她觉得自己做演员型 做导演肯定也行 巧了那时候正好赶上 香港电影的黄金阶段 一心想着退居二线的郑泽氏 说干就干 与朋友一起先后投资了几个影视公司 但这次她摔了一个巨大的跟头 公司成立第一年 成绩马马虎虎 没有赚到多少钱 第二年香港电影受到了来自内地的强烈冲击 票房一片惨淡 郑泽氏并没有多少底蕴的公司 每一项投资都打了水漂 在这个节骨眼上 郑泽氏的合作伙伴 背着她转移走了大多数资产 带着两亿远赴国外 留下满是窟窿的公司 和满公司等着要片酬的演员 这事要是个普通人身上 肯定不会理睬那些趁机要片酬的演员 是啊 你们是公司的一员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不假 现在大难临头 我自身难保 还怎么去解决你们的困难 但郑泽氏偏偏没有这样做 她和妻子将所有旗下一人应得的薪资整理成策 随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变卖停了进去 即便如此 还是欠下了八千万本不该她一个人承担的债务 一席之间 曾经得过两次影帝的大明星 成为了跌入谷底的贫民窟老头 为了还钱 郑泽氏撕下了身上的所有光环 成了一个到处求人给机会的可怜人 那几年在所有导演的酒桌上 都有一个笑得憨厚的中年胖子做作陪 他一边进这个 一边进那个 左右逢源 大口喝酒之余还不忘笑着祈求 有角色一定不要忘记我 我什么都能演 不说话我也能演 她明白 只要不断地接戏拍戏 她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为了还债 郑泽氏什么片都拍 那几年她的身影随处可见 什么喜剧龙套打斗炮灰 风月片的男主角 武打片的小乞丐 哪怕是几百块钱的小角色 她也不放过 从1994年到2004年 再贫民哭住了整整十年 这十年她和妻子孩子 窝居在整个香港最贫穷的角落 在人均富足的年代 过着一不果腹的生活 还要忍受来自邻居们异样的眼光 人们都说看啊 这不是曾经的大影帝吗 也不过如此吗 都说患难见人心 也是在这个时候 黄日华和刘德华出现了 在这个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黄日华挺身而出 带着他出入各种剧组 为好友争取到比较合适的酬劳 刘德华更是主动帮他牵线搭桥 推荐他当影片的制片人 让他有赚钱的机会 这两个昔日好友只要自己有戏 就会带着郑泽氏 终将郑泽氏救出了苦海 郑泽氏知道自己如此大量接戏 必将降低自己的作品质量 但他没得选择 像是为了替自己寻求一丝心理上的慰藉 这位住在贫民窟 连个肉都舍不得吃的大影帝 每次领到薪资 都会给当地的公益项目捐一小笔钱 遇到电视台征求公益广告的名额 总会分文不收的现场录制 经常在拍戏间隙 自费赶玩各种公益活动的现场 投身到公益的事业中 他用了十年 终于甩清了满身的债务 但属于他的时代 早已经化上了休止符 回馈恩情似乎成为了 郑泽氏永远身体力行的宗旨 他依旧在用自己强烈的报恩意识 回馈着所有的恩情 回报着这个社会的恩惠 为了感激粉丝的不离不弃 七十岁的他依旧奔波在片场 乐此不疲 为了感激自己的恩人刘德华 他追龙的电影发布会现场 数次重复着剧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留个位置给我 下位子我还要跟你 为了回馈社会 他对自己扣扣搜搜之余 热衷公益 平常只吃八块钱一碗面的他 在祖国危难之际 豪至五十万 可能和大多数一线流量小花比起来 这五十万就是一个包钱 但这已经是他能拿出的全部了 这是一个好人 更是好演员 可惜神州虽大 只见流量明星千百万 好的演员凄凉老男安 也希望郑泽氏这位大影帝能重整旗鼓 活出精彩的人生